你會發現各區的比例圖 那我有把上面加上簡單的註解 當然這個註解要怎麼打 你自己用你自己習慣的語法打都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寫越清楚越好 當然我是簡單寫一下 重點最重要我大概做什麼 先插入書紐分析表 然後再來就是拖拉到直 拖拉到列 再排序 大概這幾個東西 那當然至於排序好像還有大到小排序之類的 或者游標放在B4 這個可能自己再寫一下吧 那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書紐分析圖區 先插入書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的圖文字的標題文字 改一下本來叫什麼合計吧 然後改成我要的名字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再設定它的什麼顏色 字的顏色紅色 然後粗體字在這裡 然後字大小20 所以你會發現寫下好像之前也似乎相似 新增資料標籤 刪除圖例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如果你run出來結果OK 那表示這個地方是過關的 OK 所以再按一下它 有了 那最後剩下這個 入街道的前10名的這個直條圖 OK 那這個圖其實 甚至你不重新再錄製可不可以產生 跟各位講應該是可行 你怎麼知道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書紐分析表底線區這個sac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上個禮拜的這個哪一個 上個禮拜這個書紐分析表 下方好了兩個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其實還蠻多地方一樣 第一個add一模一樣 這邊也add嘛 然後這一行 你會發現這個跟這個一模一樣 有沒有 然後 差別是在哪個地方 比較大的不一樣應該是在拖拉到直吧 哪個拖拉到直 你會發現這個另外一個年 年的藍位 然後這邊是區的藍位 只是藍位不一樣而已 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這個最後這個不一樣 隱藏這個我們是隱藏掉 然後這個是排序 所以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我第三個我不要用錄製 我自己拿這個來改回 可以啦 只是說 可能有一些地方你還是要懂得寫出來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再錄製好了 所以我們第三個我如果要先錄這一個再錄這一個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可能就一氣呵成 可能會稍微快一點點 我們一樣直接錄製好了 所以動作 那這個 這兩個先閃掉 我建議你錄製的時候先不要有其他的 不然 他好像會 錄製到用別人的那個書納分析表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錄製的時候先把它完全清空 然後再開始 錄製錄製 然後那個錄製也許叫什麼 錄接 叫樞紐表好了 然後一樣底線好了 用那個藍位名稱錄接到 錄接 OK按確定 好 接下來 那我們就開始囉 不過其實最好優標先放裡面 我先把它點一下 他會先 多錄一行 Range D1 點 這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插入這個書納分析表 那範圍OK一樣 然後再把什麼呢 錄接到 拖拉到 值 錄接到 拖拉到列 OK 然後再排序 排序一樣 優標放在B4上面 資料裡面的 Z到A 所以排序跟剛剛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隱藏 只留下前十項 所以點這邊一下 然後 值的篩選 前十項 輸入10按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地方呢 停止錄製 然後 最後再來修改 修改 其實修改好像也差不多有多少 出了分析表 編輯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先把它刪掉 那編輯的話你會發現 好像蠻似曾相似的 感覺好像幾乎都 只是多這一行 因為我剛剛多了 這兩行其實可以刪掉 因為其實我們開頭是 序詞點add就可以 這兩行刪掉 所以這個應該其實就是可以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 一樣把這個刪掉就可以了 工作表現在已經到了16了 所以這個刪掉 然後 Default Version刪掉 Version 豆點Version等於7 刪掉 好 然後底下這個三個東西 點slate點slate 然後這個 Version到enterVersion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其實剛剛一模一樣 然後最後的話呢 這個 Enter它 這邊上面就插入了分析表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第2 這個應該是 什麼的 拖拉到 10 那這邊是拖拉到列 也是一樣 OK 3 然後排序 排序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註解都可以直接把它copy過來 第4 最後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只留下前10項 所以最大不一樣 就是這個 所以以後如果你實在是 不會寫只留下前10項的話 就把這個 也許你把它放在某個地方當範本 也OK啦 你就分析它一下 OK 對 所以分別再把註解加上去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需要加最後一項 什麼呢 就是 入接到前10名 的那個 名稱 就是 我們剛剛有加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的話呢 我是把它加這個 有沒有 Active 去 遜點內 叫什麼名稱 那如果剛剛寫過啦 如果懶得 懶得在寫的話 自己把它copy過來改 這個叫 怎麼 入接到 前10名 直條圖好了 OK OK 我們用直條圖好了 好 這樣就OK了 OK之後就網一下看到 會不會結果對的 看一下 沒錯 入接到前10名 直條圖 有沒有 他就幫我把這個表格產生之後 然後並且呢 最後一行就是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有了 所以喔 其實他基本上就是 Add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再針對這個 樞紐分析表 做什麼設定呢 先產生他中間這邊的詞 那這個詞啦 其實細部你也可以再看一下 他用了一個方法 Add Data Fill 有沒有 Add嘛 新增一個什麼 資料的欄位 所以這個叫資料欄位 給他一個名稱 就這樣樣式 叫入接到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入接 上面這個名稱有沒有 你看這個上面的名稱 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將來如果這個改 這邊也會跟著改 那豆點後面有個叫 XL Count 顧名思義 Count的話 就是算數量 如果你要加總的話 應該就上 XL OK 所以他其實有蠻多的 這種不同的 統計方式 然後這個的話 應該就是他的 叫做 Pivot的這個 Fill 就是 所以我分析表的欄位 也就是這一個 OK 那他是 Orientation是什麼 是他的方向 方向的話是 Raw Fill 列的 所以叫列 所以我們突然說列 他的意思其實就叫做 Raw Fill 有沒有 列的欄位 OK 就放在列的欄位 Position Position是E OK 就是第一個 Position OK 其他如果有興趣 你慢慢看 將來或許你會 懂得如何去修改 這個 可以做更多的設定 好 那這個有了之後的話 再把圖畫出來 那圖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們就 再錄製一個 叫 樞紐 樞紐圖好了 底線那個叫 入接到 OK 那就開始 1 把它蓋過去 1 就是在樞紐分析表裡面有個樞紐圖 2的話用直條圖 這預設的 3的話 把上面點一下 然後輸入他的 標題 文字 叫做 很長 入接到 前十名 直條圖 有沒有 剛剛一樣 所以再點一下 然後常用裡面的 這個 紅色字 出體 然後再加上那個 20號字 其實動作都一樣 記得喔 就是在這裡 熟練他就OK 最後把圖力 delete掉 點一下 delete 刪除 好啦 OK了 OK完之後 一樣把它 做 停止錄製 然後修改他 修改的方法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樞紐圖 入接到編輯一下 一樣喔 再把註解加上去 所以註解的話 這個應該是1 就是插入樞紐分析圖 所以這兩行固定嘛 然後下面這個的話就是 圖表標題 的設定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 再來就是刪除圖力 反而比剛剛還更簡單 這三個步驟 那並且加上什麼呢 他的位置 所以 再把他的 所以 直條圖的樣式在這裡 ADCH2後面就是直條圖的樣式 然後加上放在D2 所以啦 其實剛剛好像做過喔 所以 假設你不想要重打那些字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 樞紐 前面做過的樞紐圖 加上的那一串文字 RangeD2.Lapt 包含這個逗點 RangeD2.TOP RangeD2.Wid乘10 RangeD2.Hight乘上15 你可以複製 然後在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 一個字都不用 打 就OK了 來試一下 不過這是10 我剛剛好像20 我改20好了 好 20列高 最後把它執行 理論上只有增加他的坐標跟大小 RangeD2.0 OK了 有沒有 D2 10 前10名 的這個圖的部分 表跟圖 最後 一樣 再把兩個綜合在一起 剛好也做過類似的 所以乾脆 直接 這個已經有了 直接拿這個 OK 就再加一下 一個Sub 然後叫 入階道前10名10條圖 一個是先扣 那個 樞紐表 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個是樞紐分析圖 OK 然後分別就讓他 Range一下看看 有了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這個 歷年的 折線圖 有了 然後 個區比例圖 也有了 然後 入階道 也有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蠻多地方 其實好像 都在重複 那只是說有一些地方 可能稍微再改動一下 然後 就可以 做出來 所以有些如果都固定出現 乾脆你就拿 把它放在一個範本 直接貼過來 好像更快 OK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 入階道的前10名 這個 的表跟圖 把它繪製出來 還給我 非常好 很幸福 虎 這剛才 麥克風 麥克風